叶俊荣7月16号就任教育部长时表示 希望在两个月内针对台大校长临选争议案提出解决方法 在经过与各方沟通讨论后 叶俊荣12号召开记者会说明何谓可行之路 叶俊荣指出 监察院纠正案明确指出 管中敏与临选委员蔡明星 在台湾大各大分别担任独立董事与副董事长 确实存在利害关系 此利害关系未激漏 确实造成临选结果偏颇 为了让专业程序获得补证机会 教育部呼吁台大领委委会能够重新开会 先行一决领委蔡明星应回避或解除职务 其次领委会应该回到107年1月5号第四次领委会 从台大校务会议推荐的我们候选人中 开始依法进行领选 并就其决定结果报警教育部拼任 我们期待领选委会 直接从最后的一次开会 最后一次实质的开会 也就是第四次的民委会的开会 那里从他的议程开始 也就是那一次开会 从五人确定到最后一人的那一个过程 重新启动就可以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提出的 比较明确的一条往前走的路 叶俊荣强调他们提出的方法合乎法理和程序 也释出了教育部最大的善意 不论最后领选结果为何 教育部都会接受 希望台大方面能够捐弃成件 让纠结的僵局可以打开 让台大能继续往前迈进 若台大仍不愿意重启领委会 叶俊荣表示就只能走向行政诉讼意图 结果旷日被识 对台大校务发展 学生权益 以及台湾高教的未来都没有注意 中国电台记者杨仁祥 江朝伦 台北策宝报导